好,這個是黃創夏先生啊 他今天寫的部落歌 他說馬英九告急,陳水扁救命 叫我扁他給他救 扁那個孫子,好像就是這樣嘛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再來 美青,救我 馬英九真沒用 內容是說啊 是哪一個沒有用的男人啊 只能躲在老婆的臂下求取同情啊 因為害怕陳水扁可能被特色 所以必須投給馬英九 因為恐懼邱毅人的微笑重現 所以必須投給馬英九 因為擔心郭台銘等大佬不安 所以必須投給馬英九 因為胡錦濤等老大哥可能會翻臉 所以必須投給馬英九 因為連戰都已經拋棄前嫌 所以必須投給馬英九 因為連勝文啊 都已經克服恐懼願意站台了 所以必須投給馬英九 太多英畏 這些英畏都沒有辦法拉開 跟蔡英文的差距 好吧 請出最後的鴨香寶 棺材本 因為不想換第一夫人 因為疼喜周美青 所以必須投給馬英九 2012大選最荒謬最詭異的巨馬 就是在這些英畏 這些英畏故事的背後 真相只有一個 因為馬英九實在沒有用 既然無法 既無法給人民更多的期待 也沒辦法創造更多的感動 只好東拉西扯找一大堆人來背書 這樣 郭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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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已經60歲的成年人了 其實 63 63 61 63 照理說他續歲62 10歲61 39年生 他卻好像是一個16歲的青少年 還是等著被馬民 被選民來照顧 直到要競選連任了 馬英九還是一切都要靠別人 他似乎總是學不會 是他在選總統 是他必須去完成選民所托付的天職 要富起一切 照顧人民的承甘 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 他跟別人照顧 他不是要照顧別人 這邊文青龍看了一個重點 跟我過去一向講的 我們要選一個總統 不可以把總統當作寵物在生 他是總統 他來扶持我們所有 我們百姓人民的一切 不是說你當作寵物 高水可愛 不可能 不可能 台灣 你的學一代 驚人就是要選一個 要做是 有去別人來改變未來 所以今天黃山下說這句話 就是說 你根本三年別人看 你看看你的卡手 你不是都叫什麼 所以你會說 一邊那個什麼 沒有的這個避陰寫 這種委員說到 才是每做一個大部件 看到這種 有什麼 路法沖關 現在國內包括立委 都說 美青你要來站台 不是馬總統你要來 那很奇怪 當作 中國國民都拿名周美青 來去拚人 喝一杯就好了 紅衣 是余光中 詩人 講說 你們真的要換周美青嗎 紅衣 現在已經不是說 馬英九做多好 而是 連這些都算泛藍 算深藍 連他們支持馬英九的理由 都不是馬英九 支持馬英九的理由是什麼 是周美青 其實我覺得周美青也是個投射 台灣到底有多少人 真的瞭解周美青在想什麼 那是因為馬英九實在太爛了 你只要找一個可以投射的對象 紅衣 周美青是虛幻不實的 因為沒有人知道他在做什麼 大部分人不了解 只是媒體一直在講 他很關心弱勢 我覺得關心弱勢也不錯 可是為什麼 投總統的票 最重要是因為他的太太的關係 紅衣 我覺得這是 只是文宣操作而已 你剛才講說 大林正常不關心 我想請問 黃創下 2004 2008年的時候 知不支持馬英九 我跟你講 支持得要死 對不對 也是馬迷 為什麼這幾年要寫這樣的文章 紅衣 有人會覺醒 大林正常覺醒是測心 你看黃創下的表達是這樣 我覺得民進黨所謂有拔撞的機會 不是民進黨多厲害 而是馬英九重判親離得太嚴重 重判親離 紅衣不是只有地方基層 我們前面談地方基層 說很多人講說 人家不給你兒子上個鄉你就怎樣 紅衣不是 大致這種 以前支持他的知識分子 那些什麼財經名嘴 紅衣有個財經名很有名 算是大師 他怎麼說 他說馬英九選前來找他兩三次 選後總統府進去一步都沒有 陳水扁時代還進去吃過中飯吃了四五次 紅衣他怎麼感覺 他的意見馬英九會吸收嗎 不會 財經到了 那些大企業家 有的跟他不熟那就算了 跟他熟的 每次跟馬英九見 馬英九都會抄筆記 紅衣不抄筆記還好 抄完筆記以後 都沒有下文 你有抄 你沒抄筆記以後說 下面的忘記了 沒有好記下文 你可以罵下面的人 你自己都抄下來了 然後最後一點下文都沒有 你覺得這些大老闆戲你在想什麼 你根本是在呼嚨我 然後呼嚨我就算了 選舉到了 開始打電話要錢 紅衣 這個情況之下 你覺得這只是地方基層說 我覺得這是普遍性的反應 南方碩不是他的大哥哥嗎 現在給他的評價是什麼樣子 這樣的失望 這樣的破滅 幻滅 你真的弄一個中美青出來 能救嗎 紅衣 之前12月10號 對抗小租的不是周美青 是要在把鞍宮掛一個鞍字 現在不夠用了 現在是周美青出來 我真的覺得 他們現在12月10號 民黨可能會擔心說 租太多 租太少的問題 我覺得國民黨會擔心 如果那一天真的租很多 那國民黨怎麼辦 是 薛老師這真的很特別 以前是馬英九救國民黨 想不到不到四年 有人說什麼 說我們寒淚也要投他 寒恨 寒雪 寒雪也要投他 寒恨也要投他 那就表示他做不好 對 但是我們比較困難也支持他 現在說馬英九不好沒關係 我們喜歡那個第一夫人 嘿嘿 周美青他們說 社會形象破片還不錯 所以你看周美青走到哪裡 大家都會去注意 對 所以你看他去看職棒 在加油 大家會說 這個總統府前關心職棒 但是我們的馬總統走到哪裡 走到家 走到家去趕走 走到家 周美青也很關心我們主任 但是我們這幾年 大家太深刻了 我相信周美青 一般八成對英雄還不錯 還不錯 但是我相信在家 馬英九對他印象一定很差 為什麼你知道嗎 走到家裡 走到這個程度 你看 周美青形象馬也不敢多問 這是你的家無數 我是懷疑 老公的感情 不是通白報紙說 死亡的感情比較親 以我們的經驗來看 驚歷我又是第一夫人 我跟他的評論說 你加薪自己加一萬五塊 對 做機後人家說你不要這樣 你如果你加薪那個英雄十幾歲 你像不欠那一萬五塊 那兩個老公的財產申報一萬 你還沒記住 人民給你稀金四千萬 你敢不敢欠那一萬五塊 做母的人不會說 我絕對會說 我就相信周美青絕對會說 你這個三趴你不應該領的 對 你六三都做不夠 周美青絕對也會說 你要堅權 你要向人民道歉 因為周美青做過文化的法務處理 他很知道這種東西 他敢不說 結果他還沒感情 我會叫做他的 不然還要說他 不然還要插他 所以你看周美青這次出來 也不要公開 也不要安裝 讓人覺得多次選擇 還沒感情也好 我絕對不相信 周美青的白馬英雄 在加三十四年的米皮 我不相信 對嗎 對 那還沒收 我補充了之後 所以我們到底是要拚一個 總統去拚頭 還是要拚一個第一夫人 去看職棒 關鍵職棒 這我們很難選到 但我相信 我們關鍵職很有地位 是 我會回來 其實我覺得 其實馬英雄的問題 不是周美青 馬英雄的問題 是說 有人在拚架 在教馬英雄 怎麼做 政治決定 這是跟國民黨裡面的朋友 大家在關心的 你看這幾年 國民黨裡面 這些人 有的人 電影派的 或是國民黨這裡 有些歌詞 都會說 馬英雄 哪像他做決定 不是他做的 有人在影響 所以 我們就是說 體制化 影響做馬英雄 決定的人 不一定是總統扶人 總統扶人 也許盡手本分 但你如果有一支 體制外的人 民眾沒有辦法監督 國會也沒有辦法監督 這個才是危險 所以有人照顧美國 說和平協議 馬英雄過不幾天 就說和平協議 有人在說 我們要拚頭 馬英雄 又要拚一個 問說 你對拚頭的意見 看怎麼樣 他又提拚意見 這個才是我們關心的 所以人事的問題也好 政策的問題也好 馬英雄到底 他不管是 第一家庭 這個問題撇開不談 到底他怎麼做決策 他有沒有關心人民 這個才是大家關心的 現在事情演變到 馬英雄很爛 但是我們含淚也要投 馬英雄很爛 我們含血也要投 馬英雄夠爛 我們含恨也要投 馬英雄爛到底 所以我們是因為喜歡 跟周美青 所以我們也要投 這很奇怪 這是什麼邏輯 我要大家說 我剛才 馬英雄就喊說 美青救我 你說這個 我剛才說 一句話 他說 生小孩 生小孩不好 不要去衛生 叫他留下 再來 兩個男人在選總統 我說你是在說什麼 你說什麼 我都聽不懂 兩個男人在選總統 我說你在講什麼 那個人還是什麼 他說不是 如果要選周美青 那就是等於兩個人在選總統 不過周美青也沒登記了 所以選擦英文就對了 南秉民要選周美青 要選擦英文 擦英文就登記 周美青沒登記了 所以要選擦英文 所以不是在說 不是在說 那個馬英雄是女子 是說馬英雄定義沒有選 叫他太太出來選 不是兩個女子在選 兩個女子在選總統 這樣就好了 不要再秒了 沒有 我沒有秒 你輸贏了 沒有沒有 這不是我命 最後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 中華 所謂的拔樁問題 不要看它一個 兩個 我要告訴大家 那只是冰三個一角 你怎麼知道 一定是 因為我們都選去結婚 你怎麼知道 每一個挑到病的時候 人家在拔樁的時候 我就說 你不要看一個而已 因為有很多人 不要去結帳人 好啦 沒人不要 我知道 我一定有道理 但是不要去結帳 所以我告訴你 一定有人會再跳出來 一定是動不動 還會跳出來的時候 有很多人 後來要跳出來 但是他因為認證世事 民主問題 不要去結帳 但那個人既然這樣 絕對是鬆動的 所以說 這個問題是冰三的一角 所以我告訴大家 中臺灣民進黨應該贏 現在是在割建頭主廟 割建北部地區 今天公公有可能贏五萬票 是 很煩 我們有信心 我們有信心 因為這個事情 看到我告訴大家 真的是冰三一角 你知道 旁邊是兩千控制 最重要的時候 我們贏多少而已 死亡不一樣 死亡一定不一樣 好 來 好老師 基本上來說 第一夫人 它只是一個加乘的效果 如果總統本身不錯 第二夫人又好 那個加乘效果很大 但是如果總統不好 只靠第一夫人 我認為邊際效用很順 第二就是報紙什麼 我覺得 這到底有沒有同心連結 選舉說 說第一夫人的行程 說總統不知道 不是 不敢多問 這我就覺得 這兩個都不同心 我 我 這 這 臨部的事情你敢問 我製作 製作也要 問是一定要問的 對啊 對不對 但是我們也是會提供意見 對不對 我那是說 你製作 這是選舉 是你的整個 不是你馬上叫選贏而已 你整個政權的 你如果臨部這個重要的事情 應該下去參選一下 他是不敢過問 我覺得這個標題真的很奇怪 很奇怪 我沒有太太 對嗎 太太明天才要做什麼 跟他說老公我明天才要做什麼 是人啊 是正常 我意思是我們 我們怎麼參選 不管怎麼樣 他是不敢過 我問就不敢 所以我覺得 沒有的行程他不敢問 是沒有他沒有 他如果問他就把他包下去嗎 我不知道 所以我說 這是馬上叫選舉的事情 他怎麼可以沒問 他是主獎 所以我剛才在說 到底他們是不是有同心 這個同心在處理 但是另外一點 我再說一句 我就說好了 如果真的馬上去 半年周美青又穿一樣的禮服 對不對 那這種事情 國慶穿一個禮服 第一婦人穿一個禮服 總統如果也不敢過問 我覺得這個 這個真的 那這個不只是這個家庭怪 這個國家都很怪 我是覺得這次周美青出來 扶算這個媒體的僑著 有太過頭了 很太過重 所以台灣人看有 周美青的行程 馬上去不敢問 我們這裡在座 大家都結婚了 我們的勤手 第二天要去哪裡 總是會跟我們說 老公我明天要去哪裡 你看你要不要開車載我 或怎麼樣 總是會說一下 對於說是菜市場買一個菜 一點點就回來 對 不要去塑造說 他們就走不走到這個程度 走不走 雖然不是建設的事情 但是也不是什麼 值得拿出來大叔特殊的事情 第二點 說符選很低調 不讓人家知道 奇怪 每間補充都有什麼 有 對 所有記者都去找他買菜 所以家裡 整個家裡官只有那個菜市場 還是所有的記者 全國所有的記者 現在都在家裡官 所以每一個菜市場都有派人 你說多低調說 結果 記者都知道 所以我覺得不要操作過頭 我是呼籲馬英九 還有馬英九核心幕僚 周美青過去這三年半 好不容易在我們台灣小會 建立還算不錯的形象 我相信很多人 不管藍綠大概普遍 就算不喜歡他 對他也沒有惡感 至少也不討厭他 你不要提早消費周美青 本來選舉前十天才要 開始派出來 現在提早一個多月 就提早消費他 周美青可以被你們消費到什麼時候 最後我要提醒余光宗這些人 喜歡第一夫人的人 不用擔心 蔡英文如果動算 你們很喜歡周美青 周美青雖然不能當第一夫人 但是蔡英文 我可以建議蔡英文 任命周美青當親善大使 到處去做公益 你們還是可以看得到周美青 他還是可以去看職棒 還是可以去看原住民的小孩子 說故事給他們聽 這沒有問題的 那他們的心就寧 我是同意 寧願工作親善 但是這三年半 我個人對第一夫人的表現不及格 怎麼看 我們只看日本大災難的時候 天皇要出來的時候 你看他的 黃紅 黃紅油絕對在旁邊 關心 跪下去跟八時文安 讓我們看到這種國家 天皇 張秀背心 張秀人民 百百水災再大 周美青 有去細工 走一走給我們看不 你們說不要去背 麻營糾 說你阿嬤肝命不好 走你不要走 最不是我是第一夫人 我也來看 災厚重建 第一夫人 有去看有好嗎 你有看到嗎 所以台灣人說 台灣人看有 我看又說 公婆你看 很簡單你就看有了 這次他去咖哩 他怎麼不去咖哩返路鄉 我去咖哩返路鄉 我第一夫人來看看 我去咖哩返路鄉 跟那些人阿嬤阿嬤阿翔 我為什麼不去咖哩返路鄉 看那咖哩返路鄉 真的說有兩塊的 他媽的又貧人了 你看看他這三年半 跟藝術團體去歐洲 去米洲 去哪裡 雖然對台灣藝術文化去選團 我們給他學路 但是台灣人最艱苦 最違規的時候 第一夫人你在哪裡 八八鳳在馬英九就不去 你第一夫人要去 真的需要總統的時候 沒有來 你來第一夫人 這對台灣要怎麼交代 我回頭說周美清的行程 馬英九怎麼會不知道 周美清是第一夫人 國安局是二十四小時對著著的 要去對國安局不知道 國安局不用匯報的市委長 跟總統報告說現在周美清走去對 所以這個都是政治操作嘛 對不對 後來就剛好去到那裡 記得就在那裡去對不對 這個新聞操作上 這個操作的痕跡實在是相當明顯 我是覺得總統其實 如果要選連任的總統 不用這樣嘛 你就是很老實的 向人民報告說我做了哪些事情 這個總比你第一夫人這種 零星式的 有給他賺這個故事的 大家知道小朋友覺得開心 你應該是要送每一個偏鄉的小孩 一本教科書嘛 或者是送他們一些 這個政府可以幫助他們做的事情 你不是說叫一個總統夫人去那邊 你總統到底是在做什麼 是 我一定要強調說 他們到底有沒有童心啊 我請問一下 真正說 周美青要把馬英九祝選 他會不會跟我們說 我如何把你做算比較有幫助 也要問一下 我怎麼做對你比較有幫助 大家會來講一下 那有可能說 我做算我下去 我真的是覺得 是不是周美青也是礙於 所謂的社會的這個壓力 或者什麼世俗的看法說 像我沒帶 會向公圍 再帶他一下 所以 這個看起來很怪 馬英九要逆風高飛 周美青是磅無甲操 對不對 這個怪 我真的想不到 怎麼會說 一個要出來助選 而且是最重要的 你看到最重要的人 不夠接的 不在說話 我以為這個開始 都把保重了 對 我 如果沒有笑的時候 我們說 臉不要那麼吵 結果 我們夫人臉沒有笑的時候 苦苦嫂 苦苦嫂 不要那麼阿嬤叫我苦苦嫂 對 說他 立加他那個蔡西亞的時候 說什麼 過馬路的時候 小跑步 小跑步 會決定這個選舉的聲明 我覺得最重要還是政績 最重要還是我們前面講 你的人和 你怎麼處理政策 你怎麼處理資源分配 那才是最重要的 第一次辯論的時候 一直拿阿扁出來 辯論完以後 發現這個不夠有用 不像2008年那麼好用 現在太太也出來 2008年 周美青那時候 也是去90度鞠躬 弘議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這些都拿出來 真的有用嗎 我會說馬中你還是回歸正道 你旁邊可能很多辯士 最佳辯士 很多文宣高手 媒體高手 跟你這樣操作 老百姓真的會這樣 因為這樣 大臨前政長 因為靠周美青 又決定 又回來投你馬英九嗎 支持你 不可能的 有些事情是結構性的 所以一直操作這個鴻宇 我覺得沒有東西可以做 又沒有政績可以講 又不可能去拔樁 只好該做一些選舉花絮 填充一下版面 否則版面都是民進黨的 怎麼可以呢 總要平衡一下 我是覺得真的回歸正道 選舉要問的是什麼 就馬總統 你到底做了什麼東西 是 等一下回來 我們開放給大家講 先休息進廣告 再說吧